好,第二个咨询的议员是严小金议员,好,严议员请 好,谢谢大会主席,陈议员,各局处收账,所有议会同仁,所有的媒体朋友,还有电视机器人的视频朋友,大家早安,我是严小金 我想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咨询主题 南向新基地,高雄行不行 陈局市长呢,在这个会期的施政报告,大谈所谓的南向政策 市长是这样公开宣示的,他说高雄市是新南向基地 未来高雄市政府会以很实际的行动,支持蔡英文总统的新南向政策 我们要成为新南向的基地,与东南亚密切交流,共创区域的繁荣与发展 好,今天在座的有新闻局局长,有文化局局长,有教育局局长 请问一下这三位局长,哪一位能够说明一下什么是新南向政策,请举手 我请局长回答好吗,三位局长有没有谁能够说明什么是,最起码带市长说明一下什么是新南向政策 好,来,教育局长,请 好,谢谢严议员,关心我们的新南向政策 那高雄是不是可以作为新南向基地,其实就看我们怎么做 虽然在地理条件上,高雄跟这个新南向的国家相对是接近的 而且如果我们的班次增加,其实方便两方的来往 而且以台商来讲,台商是以中南部的台商为主,在东南亚布局的 另外就是我们的新住民跟新二代,高雄是大概都是全国第二位 所以我们其实具备这方面的条件 那以蔡英文总统她提到的新南向政策 过去的南向政策可能把它当成一个就是产业外移 那未来不是,它不只是产业外移,还包括人才连结 也包括东南亚跟南亚十六国的这个市场的开发 所以它有很大很大的商机 目前,我还要继续说吗? 没关系,局长,我可以继续说 您先请坐,其实我在想,就是教育局是针对教育文化的部分 我想先谈一下,就是说,今天在座咨询的三个局处 其实对于未来蔡英文总统,陈菊市长又推动新南向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教育,文化,新闻 教育去负责我们新著名的语言 文化要去行销我们的城市形象 那新,对不起,文化要去行销我们的城市文化 然后呢,新闻要负责去行销 所以当我们要前进新南向这些东协或南亚国家的时候 你们三个局处,其实是成为基地一个最重要的软实力基础 所以我希望说,假设蔡英文总统已经有宣示了 你们一定要先清楚,到底总统要做什么 那我想我还是具体来说一下,什么是新南向好了 其实新南向政策是蔡英文总统 他在面对所谓全球性的区域经济的整合趋势 他要重新去调整国家对于外交对经贸的一个整体布局 那他锁定的国家呢,刚刚教育局长提到是16个 其实他是包括了东协十国,东协十国就是我们常所听到的 越南、泰国、新加坡、缅甸、马来西亚等等 再加上南亚六国还有纽澳 过去坦白说,台湾在面对这些东协加南亚的国家的时候 台湾都存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 觉得他们就是外籍移工 觉得他们就是配偶 看不起他们 但是你们知道吗,这20年来全球的经济政治已经产生了大变动 全世界主要的国家都已经开始加码投资这些国家 譬如说像日本的安倍晋三 像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总理李克强 他们已经骗反过东协十国 以美国欧巴马来讲 他每年都在纽约去召开所谓的美国及东协的高峰会议 好,我想问的是 为什么 这些东协加南亚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 可以吸引这些世界大国 真相要去争取他们合作 有办法让蔡英文总统将这些国家变成是他要布局全球经贸外交的中心 为什么 他的魅力在哪里 我们就来看一下吧 重点就是在于东亚 东协跟南亚有非常惊人的经济实力 东协十国就是我们常看到的这十个国家 越南、泰国、费律宾、马来西亚、汶莱、印 还有柬埔寨、泰国等等 这些十个国家哼不浪当加起来 他的人口数有多少 有6亿5000万 在全世界仅次于中国 仅次于印度排名第三 他的GDP是2.4兆美元 全球排名第七 再来看一下印度 看一下印度 印度的人口数各位13亿啊 全国仅次于中国第二 他的GDP是1.9兆美元 全球排名第十名 现在看出来为什么了吗 东协加印度将近20亿的人口 那这些区域 这些区域有什么优势 值得我们这样趋之若鹜 这些区域光是这20亿的人口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他们的劳动成本很低 他们的劳动市场非常的大 这些区域的人口结构非常年轻 消费力很强 企业的获利的基准很高 世界银行就曾经预估过 未来东协加南亚绝对是带动 世界经济成长的驱动计 好 那台湾 高雄 跟这些地区 又有什么关系 台湾现在在东协呢 东协已经是台湾的第二大的 投资市场 是我们第二大的出口市场 那跟高雄又有什么关系呢 跟高雄又有什么关系 根据教育局所提供的资料 目前 目前 来自于这些国家的新住民 总共有四万六千人 全国排名第二 这些新住民所生的第二代 有两万两千人 全国排名第三 好 现在大概清楚了 因为它有非常惊认的经济力 因为它跟台湾的经贸关系 非常的密切 因为它跟高雄有所谓的外籍移工 有配偶 有二代的关系 所以 蔡英文总统 陈局市长 会将这些区域 当成是我们的新南向政策的基地 这样大家应该清楚了吧 好 接下来要讨论的是 那为了抢进这些东南亚的市场呢 其实各个地方政府都在做什么 台中 台南 高雄 桃园 每一个人都卯足全境 要抢当 所谓的新南向基地 那我们的行政院核定了一笔42亿的经费 这笔经费怎么用 我们各地方局处的首长 你们怎么去处理 我倒真的蛮好奇的 那我刚刚已经有谈到了 市长说我们要跟东南亚密切交流 我们要共创区域的繁荣与进步 那么 新闻局 教育局 文化局 你们做了什么 我们要如何跟东南亚密切交流 我们要如何透过我们的政策来共创区域的繁荣与发展呢 那我们就 就这三个局处来讨论吧 首先先来讨论 文化局好了 这个是文化局所提供给我的新南向的政策预算 我跟大家简单说明一下 哈喉双双的四点 第一个就是 简单的说就是 文化局要办一个艺术博览会 然后呢 它的主题呢 是放在东北亚 东北亚的韩国 还有东南亚的菲律宾 希望说将台湾的艺术能量 带进去这些区域 三百万 第二个呢 文化局又做了一个 博厄的艺术家的驻村计划 然后一百万 他说现在已经有来自菲律宾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度等等的这些艺术家有驻村 好 那第三点呢 就是要充实阅读资源嘛 因为我们要了解 东南亚 总得要了解他们这些国家到底在做什么 所以 文化局花了一千七百多万呢 去添购了这些书籍 书籍 杂志 图书等等 希望我们能够了解这些国家 假设我们要去旅游啦 去游学啦 去研究啦 然后等等 我们最起码有个资讯管道 好 那第四个呢 五百万是在做什么 就是要鼓励我们在高雄这些新住民能够走入社区 航不浪当地加起来 两千六百八十四万 这是文化局的新南向预算 好 我想请问一下文化局局长 局长请问一下哦 您在编列这些预算的时候哦 你的脑袋里有新南向政策 这五个字吗 我再换句话说 就是说你在分配你文化局的总体年度预算的时候 你有特别意识到说 你要匡列一笔预算 去特别响应政府的新南向政策 譬如说 文化局可能要去加强对于新住民的文化政策 你们可能要去举办大型的新住民的东南亚的艺术文化活动 或者是说 我可能需要去将我的文创产业 将我的影视产业 努力的去进军东南亚市场 有没有 当你在编列这些预算的时候 你们的做法是什么 还是说 其实新住民跟新南向政策 是两个独立的概念 反正文化局就是尊重新住民 那至于怎么做 就交给各局处去处理 您这笔预算是怎么出来的 谢谢主席 谢谢演艺员对文化局新南向政策的一个关心 因为应该说 新南向政策 我们都知道是新政府 蔡总统上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 文化局目前就是就现在我们 统合我们文化局所有的资源 我们增加在新南向的一个相关的国家的一个交流 跟艺术的活动 局长您只要告诉我 您在编列这些预算的时候 您是怎么去处理它的 我刚刚已经问过你 你有一个总体预算编列的概念 就是新南向政策这五个字 有在您编列预算的概念之内吗 还是说其实这就是个独立的个体 就是我交给各局处去处理它 应该说我们有呼应新南向政策 因为就我们图书馆的一个主题 我的意思是说 你有一个整体编列的概念吗 当时有没有 有没有 你只要告诉我有没有就好啦 我们没有一个整体核心的 可是我们把它分散在我们各个 执行计划里 你自己在编列的时候 其实你没有这样的想法 对不对 好OK 那请问一下 那您对于这样的 新南向政策的预算编列 您满意吗 您满意吗 还有进步的空间 举个例 应该说在 因为刚刚演艺员也有讲 我们新著名的人数是全国第二多的 是 我们觉得在图书馆的部分 其实是还有一些空间可以再加强 图书馆吗 只针对图书馆 还有呢 还有艺术交流的部分 艺术交流 好 局长你先请坐 那我跟你谈一下我的看法好不好 如果说这是文化局新南向政策的预算的话 我的看法是这样 我觉得非常需要检讨 第一个 我认为 从文化局的预算来看 我觉得您欠缺了完整的新南向文化的政策 其实坦白讲 我觉得从文化局的预算书 跟你们的施政报告里面 我完全看不出文化局有整体后职新著名文化 要进军东南亚市场 文化市场的这件事情 有变成是你们重要的年度工作 那根据你们所提供的资料 您知道吗 在文化发展这一块 任何的新南向的政策预算是零 是零 我想问的是 没有一个整体的文化政策概念 没有去规划它 你们要怎么样能够统筹你的各个单位 去跟东南亚 跟东协这些国家交流 很难吧 第二点我想跟您探讨 就是您的经费问题 我认为过少 文化局的整体预算扣除掉您的人事费用 三亿三千万 大概是十亿吧 可是您的新南向政策的预算多少啊 只有两千六百八十四万 换句话说占了整体的多少 百分之二点六四不到三趴 本身的预算数就少了 占了总体的预算比例更是惨不忍睹 请问一下 这样的状况 我们真的有心要让文化去推动到我们的东南亚去吗 第三点 我觉得你们在于第三个部分 就是整体两千多万的比例上你们太侧重 太侧重所谓的阅读资源的分配 当然今天假设我们希望吸引东南亚的国家来高雄 来台湾要求学要就业要投资要旅游观光 我们前提当然是必须要先了解他们在做什么嘛 所以呢 所以文化局编了那么多的钱 然后提供那么多的书局让我们将来假设要到东南亚去旅行 东南亚去旅游能够有一个资料可以参考我觉得我赞成 但是毕竟你的这笔预算才两千多 你的阅读资料 资讯啊 你的阅读资源就已经花了一千七百多万 请问一下您认为这样的比例分配合理吗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要跟您探讨的 我觉得文化局欠缺了文化输出的思维 文创产业跟影视产业的布局几乎等于零 为什么要这么说 其实台湾今天如果真的想要跟东南亚国家做密切连结的话 文化外交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我举寒流的例子来讲 其实台湾观众对于韩剧 来自星星的你或是太阳的后裔 这几部韩剧的内容都如数家珍 你知道吗 其实当举凡是那些韩剧 这些韩剧里面的不管是他的场景 那他这些演员所拿的手机 所开的车 所穿的衣服 然后所吃的美食 每一项每一项都变成追星族 疯狂追逐的焦点 你想想看一部韩剧下来 未定韩国创造了多少的产业 韩剧风靡了全亚洲 韩流风靡了全亚洲 同时它也带动了韩国的产业发展 那今天这是一个全新的经贸布局 文化交流布局 如果说我们也能够有信心 把台流带进东南亚 带进南亚这些国家 那请问一下 我们刚刚这样的预算编列 会不会觉得有点不足 会不会觉得有点不足 坦白说我非常肯定 文化局这几年 就是在扶持所谓的影视产业的努力 我们有成立所谓的拍片支援中心 那也希望说高雄能够成为一个 友善的拍片城市 这点我都认同 但是坦白说 现在的文化局的思维 仍然局限在哪里 我们就是扶持国产的影视 我们就扶持国产的影视 但是这样子够吗 这样子够吗 那至于我们要如何去吸引 国外的这些影视产业 进驻到台湾 进入到高雄 其实高雄 我觉得我在观察文化局 目前为止的做法 还比较动态 就是我就是办展览 办活动 坦白说少了一点积极性 如果说这些文化局 能够更积极一点设法 让我们看到说 我们有努力的将这些文化产业 将影视产业带到东南亚去 我相信我们绝对会予以肯定的 其实坦白说 我们希望东南亚的国家来 我们当然要先打好 我们的文化品牌 要提高我们的知名度 其实影视产业的输出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作为 那我可以提供一点建议 我觉得文化局 你就主动出局嘛 你就到东南亚的国家 到泰国 到越南 到菲律宾 你就去跟当地的电视公司 跟当地的电影合作 请他们来台湾 来高雄来拍摄场景 高雄有很多很美丽的场景 我们的左营的古山 我们的左营的古城 然后我们的美农客家装 就让他们来取景 或者是我们就干脆 就采国际合作 就有我们高雄在地的音乐创作者 我们高雄的摄影团队 我们高雄的导演 然后我们就跟这些国家的音乐制作团队 摄影团队 导演团队 我们大家合作 我们来拍片 我们来制作音乐 透过这种国际合作的方式 将我们这些影视产业的作品 推销到那些国家去 我刚刚已经说了 光是印度啊 一年 光是印度 13亿的人口 这是多么吓人的一个文化产值啊 我们有没有办法做 重点是我们要不要做 局长我想问的就是说啊 今天 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 全新的产业布局的时候 文化局不能置身于外 我肯认你们去支持原住民在地 去培植他们教育的心 可是 另外在产业这部分 你们确实需要再努力一点 那关于这一点 我是不是可以请局长回复一下 谢谢演艺员 其实我们对于文创产业跟影视产业 不是完全没有啦 只是以前有陆陆续有一些交流 例如说我们设计节 也有找一些东南亚的 一个相关的设计人才来交流 那影视的部分 局长我的意思是说 我在您给我的预算书跟试证报告里面 我看不到 坦白讲我看不到 是 它在今年的部分 这个部分可能比较没有 那有关演艺员的那个建议 我们会回来调整一下 那检讨我们未来在预算编列 有关新南向政策的一个 政策的因应上面 好 局长谢谢 再给两分钟 好 那我想要再针对新闻局再问一下 就其实我在调资料的时候 其实各局处都调了 那但是新闻局很离谱的是 完全没有看到资料 来新闻局局长 新南向政策跟新闻局完全没关系吗 不管是预算政策背景说明什么都没有 一张纸什么都没有 新闻局是自觉这个政策之外的吗 那个我们资料提供的部分 我会再确认一下是不是中间有疏漏 不过跟议员报告 我们对于新南向 我们应该说对于整个东南亚的这个相关的 我们是有许多的活动跟配置 包括说首先是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 我们国际行销的1500万的计划里面 其中我们投放的通路就包括了有在我们东南亚 我们泰国曼谷的机场 之前前去个上一个年度在新加坡也有 然后刚刚我们有提到我们的那个网路行销的推特 它也在我们的国际行销预算里面 其中今年度我们有集中投放 对泰国都进行投放 包括说我们400万次的这个点阅率里面 其中就有超过100万次是在泰国 好局长我想你不要细节说明 因为我没有看到资料 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讨论 那我现在想跟大家谈的就是说 其实我肯定新闻局教育局或者是文化局 就是在咨询期间的用心 或者这样说好了 因为新南向政策毕竟它也是个很模糊的概念 林全院长要到这个礼拜五 才会进行所谓的跨部会整合 那我也认为坦白讲 目前为止高雄市政府 应该是还没有一个通盘完整的规划进度才对 那既然总统也宣示了 市长也宣示了 我也丢出这个议题了 那剩下的比较概念式的 我们就留到我们总咨询的时候再讨论 希望到时候 到时候我们能够能够比较有一个系统性的讨论 好 以上咨询到此 谢谢 好 谢谢 原则上午都会给委员会的委员呢 比较多的时间 毕竟这个是专业的议题 既然你选择这个委员会 那么我们就会给委员充分的咨询 好 这是我们希望在委员会当中达成一个共识 所以呢 我一次都会再给两份 那你还是可以给我要求第二次 对 好 因为上午就都是委员会的时间 所以大家就充分的来运用 就是那个我们讲的 其实这个已经讲很久了 连改革也讲很久 不是教育 手机电话跟150年比 我们的汽车现在跟150年比 拍的画面拍到教室 居然跟150年是一样的 那我是觉得说 第二个呢 看到那个影片 他说你不要教鱼 叫他会爬山爬树 那个逻辑每个人都要因材私教 这也说两千年啊 我是觉得 我觉得我们也真的是都明明知道问题在哪里 怎么样每一个人 让他能够自由发展每一个人 所以你看教育这么多工作 你如果看这个真的混的 行政工作这么多 我觉得做每一件事情都要记得 是不是针对每一个学生因材私教 有帮忙在做 没有帮忙可以减量 我认为真的很多工作做不完 可以这是一个影片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材 希望我们改天 在找时间 要不要系统的在跟局长 跟各位长官在来探讨 我们怎么样检视 我们所有的活动 那第二个也是我回到 就是空大本来就是 他是的任务 在早期就是因为联考 很难考 入学率只有三成 那剩下人就男生当兵抽两年 三年的签 女生就去上班了 那所以说为什么有空大 就是为了解救或解除这些所谓的大学不足的压力 那自从我们大学开放之后 一直空大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定位 包括前几年我们议会也做很多的检讨 那最近刚好又拜所谓的科技的整个网络的发达 很多的资源教学内容已经无国界化 而且好多人很多学校也做了免费开放的一个课程 甚至于制作 比如最早的是Stanford和MIT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开放课程 以前每个学分要七百块美金了 三个学分两千一 现在听说都涨两倍 二十年前 以前我们读一年 连生活费一百万 两年两百万 听说现在念一个硕士 两年要六百万 连生活费 这真的差距越来越大 可是就取得知识的实质内涵 它比以前更开放 你只是要那个氛围 名为空间的 到出国留学不一样的生活体验以外 知识的取得本身 事实上是比以前更便宜 但问题我们有把更便宜这件事情当一个资源 到每个大学可以做 那空大高雄刚好 唯一城市有空大的 就是我们高雄市 也是我们的空间 那也可以 变成是我们最大的平台 一般 你要修台大的课 史丹佛 哈佛 现在都要上课 但是 不要说有它学校的毕业证书 连学分都没有 有啦 要缴钱的 缴钱也很贵啦 那我觉得它如果是免费的 空大怎么去 有一种是跟人家合作 有一种根本就也不要合作啊 一般来不用钱啊 出质力啊 你怎么去运用这些资源 让我们的学生 而且也不是限在空大的学生 甚至于在空大 你也可以登记 也可以看 那空大扮演什么角色 两个角色 第一个 你要强化你所有的师资 跟你的行政人员 有能力去阅读 收集 分析 判别 不同程度的 教的如何 以经济学来讲 会跟其实什么行业都一样 会合到没合 差很多了 做医生 做老师都同样了 做官 做民意代表都同样了 同样都是领同样的角色 做一样的薪资 领一样薪资做一样的角色 可是顺利 那会合到没合 差很多了 那你们有没有能力 去判读 哪一个课程 适合哪一个level的学生 我觉得空大 第一个 要做 先盘整自己的师资 跟行政人员 再教育 或者是赋予他新的角色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第二个 我讲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学 早期的参考 日本早期在维新的时候 因为科技 你说要出国留学 你会觉得日本的同学 普遍英文讲的 普遍 一般来讲 比较不好 因为他们的语言的结构 跟他转换到英文 他们那种舌头 那不管怎么样 他们的西化最彻底是什么 我全部都给你薪资 都给你翻译 根本无差别的一个取得 在最短的时间内 同步 你有的知识 别人有新的最新知识 我就有 那我们台湾 坦白讲 英文也比不上香港 也比不上新加坡 马来西亚 甚至于缅甸 只要出国 就有我们的程度 毕竟我们不是一个英语系国家 说不定 也像中国大陆 你们大概 如果要出国 大家 大家有个国民 英文程度 普遍坦白讲 都比我们台湾好 那台湾就 也不敢 就是低头 就像学日本 我演绎的 又学习 我整齐都给你 就翻译成日文 那我们很认真的 有程度很好的 或ABC 或家庭比较好的 常出国 英文也程度 大概差不多 国小毕业 就在学习班 开始ABC 学习 现在已经 没法教了 国中 今年一年级 国一 英文的程度 已经十万八千里了 你怎么教 都没有去面对 这样的一个 很落实的 去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说 空大可以做什么事情 现在很多AI 还有翻译机 那些个 而且从以前 这半年 这一年 进步到 Google 那个翻译 就已经进步很快了 那如果你是 透过AI的话 它还会自动学习 你是环保类的 你是教育类的 你是文化类的 你是艺术类的 它还可以在 自动精进 翻译的技术 那这些 坦白讲 台湾也可以做得很好 这些系统 已经翻译机 已经做得很好 那我觉得空大第二个 就是很重要 就是去survey 所有目前的 所谓的翻译的 所谓的 的机器 甚至于去 跟人家合作 再精进 某方面的整个 翻译机器 那个也是另外一个 产业会跑出来 重点是把 所谓的 不管是日文的 德文的 法文的 当然是英文的 只要是好的语文 好的课程 都能够 透过翻译机 或透过专业人士 包括文早合作 变成空大提供 不只帮高雄 不只帮我们学生 帮高雄 甚至帮台湾 打开另一上川 我前一阵子 还有看到一个 TED 一个演讲 他是到英文 到中东去教英文的 教了三十年的 一个英文老师 他到TED去演讲说 不要强迫人家 在学英文了 全世界原来 有七千多个语言 只有现在剩下六百个 主要的语言 可是很多的文化的精髓 他是透过翻译 传达不出来 无法流传的 那因为语言的关系 消灭了 他教英文的这样讲 但我们不会鼓励说 我们台湾不要教英文 不可能 但至少回过原来的 去让尊重 已经很多语言 我们让专家 去把它翻成我们的中文 你在学习的时候 在我们在认识 那个文化的时候 会更快 而不一定要 本来什么 什么 什么 语言 要转换到英文 英文再转换到 要讲完成中文 或者你学英文 二位英文 你根本很精准的 到文学家的程度 你怎么去了解 另外一个语言 透过语言 再去了解另外一个语言 所以说我觉得 我们这第一手 怎么要去 尝试去建立 第一手的资讯 就可以取回 让我们的整个 台湾 不然台湾 我说的真的 世界观是非常薄弱的 我们的压力就是 反正只要护照 能够到很多国 我就很高兴 然后 不然说 联合口进不去 我们就被打压 很可怜 都没有说一个自主性 我是 那个 那个是一个网络笑话 说香港 我差太远 所以你到大陆 大陆水平很高 比香港还高 为什么 他说如果你进去 香港大学 都会问你 念哪个科系 好不好找工作 薪水多少钱 如果大陆 你进去那个校园 他就会问你 连安全的人 都会问你什么 第一个 你是谁 你从哪里来 你找谁 你要去哪里 那个是存在主义 很基本的问题 台湾也是如此 都搞不清楚自己 到底我们是谁 我们要往哪里去 所以说我们的 那个整个国际观 虽然我们很会做生意 以前 现在 比例不成比例 跟以前是 当然是比较 就是说以前 透过贸易体系的整个 让带动台湾的经济的 一个环境 那我现在讲的就是说 现在的整个世界的竞争 怎么样去培养我们 包括我们现在的 包括培养下一代 那希望能够用最快的方式 让最新的资讯能够取得 那我觉得空中大学 我们不是要 因为我们一个高雄市 我不是一个国家教育部 我告诉你 教育部也做不来 我最近又读一本书 越大的公司 一个城市如果 依赖一个大的产业 是最危险的 最不容易创新 在台湾 汽车 该好 好的时候好 倒了 一间倒 倒一半 中倒 中倒 所以一个城市 如果依赖一个大的企业 那高雄也是一样 可能 本来是多元的 但现在只靠几个大公司 撑着我们的经济 中钢 中传 几个大 他们说高雄也是更弱 本来就更弱 那所以与其这样 倒不如我们去多元化 掌握这样的所谓的 可以创新 那空大刚好 刚好台湾 只有我们高雄市 有一个空大 我可以授予学位 那这学位 你以后将来去念中山 你去念高师大 你去念台大 一样可以抵啊 他被承认了 所以说它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平台 那怎么样 实质内容 我不是要卖学位 我也不是要 但是我可以给你实质 也可以给你行事 那所以说空大这样的角色 是能够更强化 来扮演这个角色 那我请 我知道新的校长 对这个有概念 可不可以请你 因为你 只是天天好玩而已 还是觉得也不错 还是说要翻转 请校长可以答复 主席 谢谢议员的询问 事实上我觉得议员一直有国际观的想法是非常好的 刚好跟现在空大的这个街上 因为我们新的政策跟方向就在这里 它其实是分三个方面 一个是国内的 online free courses的 就是引接到空大的平台 这个我们已经跟乐火网的一个单位 有稍微做一些连结 那第二个呢 就是那个中文的 就是说 例如说香港澳门 它有这种开放的free的中文的课程 可以直接引进来 我们就会跟他们签这个MOU 今年也是有这个计划 那第三个呢 就是国外的 就是您讲的 有名的大学 他们其实各有特色 像剑桥它就偏心理哲学 哈佛呢 它就是有很新的科技 在它的free courses里 每一个知名大学的那个online的课程 它是不一样的形式 那您的想法是非常好 那也是我们现在空大要努力的地方 那就是说 如果说明年 我们有编列 去国外签MOU这样的经费的话 也很希望议员们可以支持 因为我们单位很小 经费很少 那如果说要能够做这方面的事情 担任起这样的角色 我相信我跟我们的团队可以承担 但是在这个经费上面 就希望能够通过我们对这方面的预算 好吗 谢谢 你讲两个 我不知道第三个是什么 不过重点我是认为两个 第一个 有些真的是跟他签MOU是一种尊重了 那有些他本身 他就本身就开放的 你就拿去 你不用跟我问 你不用拍截 你就拿去 我觉得你先把 先把不用签的 那个部分 先开放的 很好的课程 你先把它抓下来 先 就开始 开始让给学生来学了 就可以开始收学生了 开始有营收了 第二个 那个部分就是所谓的 财政的规划 不用再等到明年 又变一生 现在明年变一生 熬年才可以用 就分年了 时间 小孩在大 很快 老人在楼也很快 因为你讲的没错 所以我们现在都在做了 先已经不用钱的 然后你用他来上课 也没有 也没有不尊重原创 或者他们的机构 他们一开始就是希望开放的 那个先设备 把他抓下来 然后就开始 鼓励学生来学 而且 鼓励就是要他先来修学分 那我觉得那个先把它营收 先看到 然后变运算就会更 那只是更强大而已 那不是起点 不是有钱才开始起点 所以我现在已经开始做 那有一个想跟议员 澄清一下 就是说 像Stanford 它有200多个 像摩克斯的课程 它有付费跟没付费 两种的课程 当然免费课程 我们可以马上进行 但是在翻译的部分 翻译器的 它是功能是较弱 它必须是专业的 有专业名词的这种考量的团队 才有办法翻译 那第二个就是 付费跟免费课程 它之所以有付费 就是说可能有些课程是好的重要的 它必须借由签这种合作的关系 才能够取得的课程 我想双边 一定是付钱没付钱 当然是有差 但先不用钱的 又符合我们的需求 已经现在可以符合我们的需求的 先抓下来 我是觉得 这个先做 能做的先做 那你现在看到 那成绩 学生越来越多 而且反应很好 你还要编预算 大家也要提起 看那个方向 对不对 那这个是 还有翻译的人才 怎么样去赶快去运用 谢谢 谢谢 第二个 请教文化局 就是我们现在 今年是不是又钢雕艺术节 钢雕艺术节每年两次 货归艺术节两年一次 好像有更夸 去年货归艺术节就碰到 不是去年 每一年都越做越精彩 包括钢雕也是 可是做完之后要放哪里 是一个问题 有的艺术家修得 有的有放在好的运用 可是大多数都是 不知道要放在哪里 艺术家拿回血 不知道放哪里 甚至于轮回拍卖拍梯 那我还拜托公务局 公务局说 这我不要放在 教育局说 我不知道不错 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 帮我还要5万 年5万也没有 那我觉得 希望 第一个 请 我要讲的时候 第一个请文化局 今年钢雕 刚好中游武清 市长市政报告也提了 他有很多拍梯 已经贴下来了 他如果说市政府要 他可以免费捐赠给市政府 你要什么 你自己去拿 你自己卡车 自己帮 那一个客人 我说的 这些客人 这些客人也要几千万 甚至于上亿 当年要买的时候 现在变拍梯 我们怎么让它活化 我觉得这是今年的钢雕艺术节 当然你们可能早就有规划了 是不是在这个时间点还有机会 我不晓得 但是就算过了 也不一定被钢雕艺术节 两年绑到一次 现在就可以跟武清合作 可以在当地创作 有些可以放在武清 或放在哪里 变成一个钢雕艺术节的 一个一部分的活动 或延伸的活动 不一定要被这个时间绑住 这第一个 等一下你答复 第二个 我讲的 你帮完之后 你剩下的 没要到处理 我希望你现在的钢雕艺术节 跟教育局事先就规划 跟问问哪个校长 哪些学校 看我尬的 钢雕艺术 当然要付一点点 艺术家就很高兴了 如果能够拍卖 去拍卖 尝试让收藏家付钱去收藏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没拍卖出去的 付一点运费 或一些材料费 一点尊重费 看要放在学校 或者公务局 可以放在公园 或者是所谓道路公共设施上面 可以去摆设 让这些每年的作品 每一年 每两年扮演的东西 就会在城市一直蔓延 公共艺术可以 不是那些时间 看了就算 如果好的 所以说 或者有些观光区 也可以摆 当然要适合 这个是单位也需要 然后那个作品 也要跟那个 要符合 那个是 是双方面的 这是第二个 等一下请你回答的问题 第三个 我之前有讲过的 你要协助艺术家的作品 去建立拍卖 因为这些艺术家 有的说他100万 有的说他5万 当然有一个标准的 大约的参考行情 可是坦白讲 如果没有进入拍卖场 现在最近的就香港 到北京 或者是到欧洲 但是一步一步来 坦白讲 我们台湾就缺乏这种 所谓拍卖机制 没有办法建立那个价格 所以我们的艺术家 坦白讲 大家都苦哈哈 都不成正比 那我建议真的 像台南 他们去看画展 老师还会买 155万块 10万块 他会去买 医生 不是荷牙医生 就普通 现在医生比较辛苦 就说 他们的一般市民 不是说只有企业家 一般市民 会有买画的文化跟习惯 高雄就没有这个市场 那我觉得文化局 这几年很认真 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坦白讲 真正在落实这一块 是 Do nothing 他们会说 没有建立一个 真正的一个 一个 让他变成一个 艺术家的真正 能够生 生存的 都是 过的过的 不就是 一辈子都是穷艺术家 不然就是他家 本来环境就很好 就常常办展 那我说文化局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个 再给两分钟 爱卖的机制 让高雄有这样的一个市场 第二个 我上次也讲了 也可以贷款 帮忙贷款 就是成立一个 一年会不会成立五百万 一千万累积一个基金 信保基金 然后配合银行 去借款 比如说 你的文化 这个美术馆有评鉴 一年七八万 那样买到 七八万 那买到 他就 他就会判定多少钱 有他判定 如果这幅画 有五十万 那我带你三成 带你十五万 假设他如果没到乡 信保基金拿他乡 银行贪便钱 信保基金就是什么 就文化局嘛 就是市政府啊 十五万你就买到 你就买 你就买十五万了 要有钱乘 你又拿一乘 如果经过两年 经过三年 他真的就不要了 那变成市政府 你三则就可以买到 你七百万 可以买两千一百万的图呢 当然买这个图 七百万跟那个不一样 贷款的当然是不一样 我讲的举例 你就可以贷款 可以帮忙 艺术家解决他经济的问题 第三个 就是所谓的 租赁 有些他不一定要卖啊 你通过租赁 跟买车一样嘛 你先拿去租 如果到时时间 这个土不错 三年又起床 我要买回 你就买 你如果不买 你借我 你借我 贪你借我 我讲的这些 让财务的机制 在高雄的所谓的 艺术文化 产生作用 我常讲 高雄本来就是一个经济 比较相对弱势的 也因为我们这样 什么都可以尝试 都可以创新 你没做 大家也在等我 东方保障 等我陈举 去当行政院长 看我可以 给报过钱吗 他们这都是不涨金的思考 我们自己 每一个部门 空大也好 文化局也好 每一个部门 都在财务上 不只是建立一个机制 一个永续的 一个让他 这个产业的发展 你只有透过财务的一个杠杠 不是说 政府有级 再给两分钟 请他们答复 请局长答复 谢谢 三件事情 答复完再问吗 答复完再给你两分钟 那先答复完 待会再两分钟再给 好 先请答复 吴宇员其实长期 非常关心文化局的 后个艺术节 跟钢雕艺术节 那今年年底 我们钢雕艺术节 其实已经在筹办当中了 那吴宇员刚刚有提说 中游的那个武清厂 拆解下来的那些零件 可不可以作为今年钢雕艺术节的 一个可以让艺术家 发挥的一个材料 那个其实我们可以 可以再讨论 因为其实我们以往 给艺术家创作的材料 也都是钢铁方面的 企业家所捐的 所以也都是废铁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再来演绎这个部分 那另外所谓的货柜的作品 或是钢雕的作品 可以放置在我们城市里面的一些公园 或是一些比较适合放置的角落 其实目前以钢雕艺术节的那个作品 所生的作品 这几年是大部分都放在柏尔 我想吴宇员应该很清楚 那之前的几届呢 其实也有放在我们城市的 其他的公园的角落 包含文化中心也很多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都一直有在处理 只是货柜艺术节所做的作品 其实比较难移置啊 所以那个部分 我们都会在活动结束之后 另外的处理 不会是放在那个 城市的一个比较适合的空间 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处理 那另外就是 刚刚吴宇员讲的这个 协助艺术家做一些作品的拍卖啊 或是可以贷 甚至可以贷款的部分 我想这是应该是一个艺术银行的概念啊 就是我们去储存这个城市 可能有的艺术作品 作为它未来可以各方面运作的一个机制 这个我们内部可以来讨论 因为目前文化局是在这个部分 是还没有建立这样的机制 不过也谢谢吴宇员给我们这样的建议 谢谢 因为这个也不是我第一次讲 至少讲三年 那我发现这几年 坦白讲在城市行销 在活动 在很多艺术活动 非常成功 坦白讲 可是在深耕这部分 真的是 没有 没有 刚才我说的 没有做 这个我也讲很久了 包括银行 银行很简单 他怕贷账而已 贷账 我们就自己成立一个基金 你从我们的公共艺术基金 也可以来成立 或者是编每年 编五百万 五百万每年 就累积五百万 五百万乘以三倍 你就可以担保的倍数 你如果五百万 五百万 你一年累积几千万 还可以民间来做 甚至于到时候一开始政府做 后来可能有些企业家愿意做 三生 他买就 万一 他如果不得行 他三生买就太多了 对不对 他一定有 一个符合银行的利益 风险观念 又符合所谓的 艺术家的需求 那又符合出钱 投资者的 获益性的可能 等于说 那个是一个平台 我上次底 可是你们是 公共的 人做就没做 而且 最大的 不好意思 哀莫大于心死 我今天就还没有死 就约在讲 就对你有期待 不是我对死者没有期待 而是说 当某些事情 他做得很好的时候 他认为这个事情 他觉得 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一样嘛 一个诚实一样 某个企业很大的时候 依赖他吃饭的时候 你要跟他建设办 他没清楚 再给你两分钟 不管是代理 那我希望 当每个我们都代理 我们都希望 祝福他能够争处 那最主要 你有没有愿景 你如果觉得 你准备好了 就去争取 如果你认为 没准备好 就顺其自然 问自己 问内心 问自己 当然要长官的意见 可是长官是长官 最主要是来自于内心 每一个人的 自己的自我的 一个认定 这是最重要的 自己要问自己 当然不用在这里回答 那我们希望 你能够把这个文化局 也不只是一个 局长的问题 是全体的科长 全体的 因为文化局 这几年的这么有成绩 也是这么多优秀的 中间干部在这里 一直支撑着 我梦想 那我们再次 拜托文化局 能够针对这些事情 我在总咨询的时候 再问一次 再问你们看 你们怎么准备 有什么具体的构思 谢谢 谢谢 谢谢吴仪正议员 接着是我们的第二招集人 李雨婷议员的咨询时间 好 李雨婷请 谢谢主席 我们师傅各位同仁 还有媒体女士先生 还有我们的议会同仁 大家早安 那本席呢 今天针对我们教育委员会 先来肯定一下 首先我在去年的 我的总咨询里面 我有提到说 就是针对我们高雄市 所举办的一个 语文竞赛的一个活动 那那个活动呢 在现场 我有提到说 在现场的时候呢 是小朋友进去 进去上面的教室比赛 然后是个别的一个教室 没有在大礼堂 那我们的家长呢 因为比赛也是一个 一段时间啊 有时候可能 两三个小时 那我们因为小朋友 这是国小的嘛 所以他们小朋友比赛完 希望下来是看到父母亲的 或是我们的家长 在那边等待 所以在这一个 空等的一个时段里面 我就觉得 这个是很浪费的 那也很感谢我们教育局 这一次在今年的 我们语文竞赛呢 我又陪着小朋友去参加 那我很高兴 也很肯定看到我们的 在各种语文竞赛这里呢 我们有分配了一个 很安排的 有安排了一个 很妥当的一个教室 那这些是针对 让我们家长呢 能够现场直播 透过现场直播 看小朋友的表现 那我印象很深刻呢 在我参与的一个 语文教室的里面 在国小组 那我们看到一个闽南语的竞赛 当我们各位家长看到小朋友 开始演讲的时候呢 那我们家长也全神贯注的在聆听 然后聆听完之后 大家也很有现场感 就是拍手 就觉得小朋友表现很好 那接下来的呢 每位小朋友的比赛的一个优点 还有他们的态度 都让我们家长都印象很深刻 所以呢 我觉得在这里 我是很肯定我们教育局 在这一方面做的一个改善跟努力 那第二个呢 我想探讨一下 今年呢 我们许错分校呢 这些学童的健康呢 在我们全国闹得沸沸扬扬 那我刚看了呢 我们的教育局长的报告里 我们在104年10月6号 教育局跟小港医院呢 我们正式的签署一个合作 就是健康学员守护承诺 我想请问一下局长 这个内容是什么 首先要谢谢李议员 刚才很肯定 我们在语文竞赛做的改变 那今年在那个决赛的时候 要提醒议员们可以去看 因为我们是跟地方台合作 会实况转播 那议员提到那个云林许错 这个国小的问题 其实是因为是台错这个带来的问题 但在高雄市 我们特别重视的好几个区域 所以因为有小港医院 愿意来走入社区 走入学校 所以就成立了小港的健康学员 那健康学员的医生跟护理师呢 都定期到学校 在开学的健检等等 另外健康有关的知识呢 都提供给学校 进入学校的这个特色课程里头去 那另外小港医院也在做一个 全小港区重要的 应该是追踪 就是追踪 就是某些疾病跟这个空气关系 污染的关系 他们要做一个追踪 那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计划 但我想他们有这么用心 然后学校也都非常用心 特别是小港区长 还把这个台电的回馈金的一部分 都回馈给学校 他也是觉得杂根在学校是最重要的 以上跟御员做这样的说明 他们是做追踪 还是针对我们每一位小朋友的一个健康检查吗 两种 小朋友的健康检查是普遍都要做的 然后哪些是健康护照 每一个小港区的小朋友 跟他的师生家长都要更了解 怎么样健康自我管理 我们希望能够促成 真的是一个健康学员 那另外的那个追踪的调查 是跟卫生局来合作的 好 谢谢局长 那我们高雄是一个工业城市 我们高雄也有好几个工业区 那比方说我们的人大工业区 还有我们的林园工业区 那我想了解一下 交易局对我们这些临近工业区的小朋友 我们除了小港 目前是小港已经在进行 那我们人大还有我们的林园工业区 这些小朋友的健康 我们交易局做如何规划 我们有争取吗 我们有几个目前正在进行的 一个就是林海工业区的居民健康风险的评估 正在进行中 也是小港区在进行 另外就是东南水泥厂高雄厂复工以后造成的影响 还有就是人武大社区工厂的排烟等等的问题 那这几个都要进入一个长期的追踪 这个也要跟环保局来共同合作 是 这些也都是针对血统吗 全部的居民涵盖血统 是 那我今天想针对一下我们小朋友 因为小朋友他们的身心健康 我们要负很大的一个责任 那在这一次我们许错分校的一个事件 引发我们国人很大的一个讨论 那小朋友 人家说你基础没打赔材大小要如何 所以小朋友的身心健康是我们交易局 我觉得现在要非常去注重的 尤其是我们在人大还有林园工业区 雨亭的选区是在大辽林园 那我们工业区呢 在林园里呢 占了三分之一的一个土地 所以呢 我们先不谈工业区对我们造成的一个污染 还有我们一个健康的危害 我想先为小朋友来请命 尤其这一次的许错分校 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震撼 在我们林园工业区呢 二十几家的厂商呢 这是一个石化重症 那从民国62年就开始来成立了 那这些小朋友呢 我们留在这边的居民 还有我们的小朋友呢 对我们的健康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争议啦 那我们也谈到了 最近在谈的一个大林园千春 这个我日后再来探讨 然后我今天针对我们教育局 我们小朋友的一个健康 我希望教育局这边呢 能透过工所也好 透过我们工业区的各个厂商也好 一年几百万的一个预算 我觉得对工业区的厂商 他们是一定是很乐意来捐助啦 如果不透过 因为我们财政部门 我们的教育部门这边呢 财政也很有限 这我们可以了解 但是我觉得如果教育局来带头 来做一个领导 来跟我们主动 来跟我们的林园厂的工业区 或是跟我们的区工所来谈这一块 我觉得是很乐观其成 那请问一下我们局长 你对这方面 我觉得这种健康的脚步 我们是不能等的 那个林园提到的这个问题 真的是非常严重 而且值得市府高度重视跟关怀的 那我们目前进行 譬如说人物跟大社地区 主要是工业局有委托 城大的环境微量毒物研究中心 执行这个健康风险评估 那另外卫生局也委托 河美科技大学进行 左南人大石化工业区 居民的健康风险评估 这其实都要非常长期的追踪 才有办法 那人大工业区近年 较没有学校反映 这个空污带来的问题 二十所 二十九所国小 大致会影响到两万名学生 所以刚才议员特别提到 针对林园石化工业区 针对它的做这个总量管制 针对好几个排放的气体 比如说定二锡本 环氧已晚 丙锡等等 都要求厂商进行减量跟控管 那中游是在2015年已经完成官场 准备签展 那关于说在高雄市因为过去的发展 使得工业区跟住宅区学校是混杂在一起的 所以我觉得市府应该不只是教育局 应该是我们的卫生局 环保局 教育局 我们都可以共同来讨论这个问题 再跟工业区的这些厂商来讨论 提出这个有效的降低的方案 让学生跟家长能够安心 是我们首要关注的 是的 目前在我们环保局 我们各局处呢 是还没有针对我们林园工业区的一个居民 做一个健康的一个总体检 那我们今天是针对我们的教育局 对我们的学童方面的一个关怀 记得在上个会期呢 我们在学童的营养午餐里 也引发了很多位议会同仁呢 我们的关注 那我们在注重一个食安 在注重一个营养午餐的一个问题之外 我希望我们教育局也针对在我们身处在工业区里面的 这些居民 这些学童 能够做一个很有一个完善 就是我们市府要有一个责任 来负责对我们这些学童的一个身心的一个健康 我希望能很快的能得到一个教育局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回复 我非常赞同林园提的这个方向 我刚刚提到市府要有一个整合性的团队 来对这些问题 针对问题找出解决的方案 然后有步骤来进行 我相信这件事我们很快就会进行 谢谢 好 谢谢局长 那刚刚提到呢 我们高雄是一个工业城市 那这几年的蜕变呢 跟成长 我觉得我们高雄是改变很多 那在这个体育方面呢 我觉得还有很大的一个改善的一个空间 我常接触到我们国中小一个基层教练的 常跟他们聚在一起 那我也侧面着这样了解他们的心声 这些基层的教练呢 曾经是全国可能风云一时的优秀选手 那后来呢 他们的投入职场之后呢 他们的教学环境 以及他们的待遇 还有一个征选方面呢 我觉得还有 真的怎么讲 对他们也是觉得 觉得很令人担忧啊 有一些优秀的选手 从这 我想大家都应该很早就有听过 在我们台湾 那这一次呢 那这一次呢 我们从礼乐奥运呢 我们谢淑薇小姐呢 她的退选之后呢 也引发国人一个很大的一个讨论 这背后隐藏着什么 从他们从小的时候的陪练 还有教练团队 还有他们的环境 其实好像都是家长在付出比较多 家长在付出教练的学费 还有我们自己选的一个优秀的一个环境来练习 这好像都看不到我们台湾 在这一块方面注重了什么 尤其在这一次礼乐奥运呢 我们的奖金好像也破纪录 但是呢 我们得牌的成绩不如 大大不如预期 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处长 现在很多国小国中的基层教练 我们是怎么给他们看待 还有我们针对体育班的一个规划 以及评鉴 目前我了解国小的体育班的一个成立 好像是在国小五年级才可以成立嘛 那你培养一个选手 比如说桌球也好 游泳也好 你体育班在五年级成立 他在练个两年 其实也又毕业了 这对他们在国小生涯的一个层级里面 是没有帮助的 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讲 我的大儿子从小三年级 国小三年级进入体育班 那他们练了两年的桌球 五年级 在五年级的时候 他们的体育班桌球队 成绩大放异彩 那他们毕业之后呢 怎么我们改革了 把国小体育班的成立改到五年级 那很多练排球的练桌球的 他们说他们在国小 根本得不到什么成绩 我想请处长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们会把体育班 从三年级调到五年级 好 我请相关 那个主席还有那个李远 那我们其实我们当初 这个是按照教育部的规定 他认为说在年纪很小的时候 我们就去给他练体育 他整个身心是还没有成熟 所以他就把说 这么小身心还没有成熟 所以希望说他在身心各方面 心理层面跟生理层面 都比较成熟的时候 再来练这些体育项目会比较好 所以他就把它调成 那个五年级六年级五年级开始 一直到 好 这是一个身心的考量 那我想请问一下 目前我们国小体育班设立的一个项目有哪些 那目前我们高雄市 那个所有的体育班设立的项目总共有44项 那这个事实项当然就是包含那个 亚奥运项目跟非亚奥运项目 这个部分 那我们希望说这个44项太多了 我们未来希望说去把它统整起来 以发展亚奥运项目为主 那当然家长也希望说 发展亚奥运项目将来有机会参与那个国际赛事 那也比较愿意投入比较多的经费 那教育局的经费也能够比较集中 所以我们希望说未来这个44项把它缩减 那把它整个有一个重点 这样子不要把它分散这么多的项目 以上跟那个议员报告 不要分散 那我想一下 我觉得就我们来以桌球为例 我们很多的有名的选手 优秀的选手 其实他们在幼稚园就已经开始在练习了 那我们参与了这个桌球的项目比较深入 我们之前陪着孩子们去 陪着我们的国小的桌球队 去到台北 其实他们都在 有些甚至是在幼稚园就开始练习了 所以我们在考虑一个身心的一个发展 我也要 我也希望我们能够注重说 哪一些项目适合早一点练 哪一些项目不适合太早练 对 我觉得要有这一方面的考量 那好 请坐 那目前我也所接触到的呢 我们的一些游泳队还有我们的桌球 他们的一个环境呢 之前呢 要了一个我们打桌球跟打雨球的项目不同 比如说呢 雨球是要用跳的 所以他的地板呢 希望合乎他们的一个运动 那桌球呢 是这样也是没有比雨球还多 所以他们的地板呢 是都有分隔的 那我想请问一下 目前在我们 在我选区里啦 我们的一个桌球还有一个雨球队的一个教学环境 我们教育局这边了解多少 好 主席还有黎元 那我们是有聊 那个桌球的话是在那个黎元高中 女子 对 那雨球的话 那其实我们这些设备我们有投入相关的经费来补助学校啦 如果学校认为说他的设备有损坏或者不合标准 其实都可以来跟教育局来做申请 那个我们也是乐于补助啦 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说小朋友在一个不好的环境之下去练球 然后影响到他的身体那个受伤或者是 是的 这就是刚刚你提到的 就是为了要配合 要注重我们小朋友的身心发展 但是如果到小朋友成熟了那一个阶段之后呢 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练球环境 真的又没有办法改善 那才是伤害小朋友的一个身心发展 那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你打雨球 他们要跳 有些成年甚至这样跳的时候脚拐到了 因为他们的地板是泥土 是水泥做的 那根本不符合我们的雨球的一个练习啊 所以呢 我们刚刚您提到说小朋友不宜太早 那太早成熟了之后我们的练球环境 我们的教学环境又不符合这样 我觉得这不是很矛盾吗 有关那个 我刚才有说如果场地的设施 如果是不符标准 那这个我们会去了解 如果一般来讲我们其实每年对于各种场地的补助 大概有两千多万 那如果我们知道说这个学校他有提出来说 这个场地已经不符使用 或者说他已经不符标准 那这个可以向我们教育局来申请 我们去看了以后请学者专家来看说要怎么去给他改善 会比较好 所以我们将来如果林园地区有这样的需求 那来跟或者是我们主动去林园地区来看 这几个场馆 例如说王公国小的球场 还有上伟国小的球场 还有金潭国小的棒球场 还有中云 还有那个林园国小的游泳池 或者活动中心 这些如果是不符合标准的话 我们会来去做一个通盘的一个检讨来看 希望说来给他比较一个标准的场所 我希望能看到你们的主动 到目前为止就是都没有看到 那我觉得这些小朋友真的是很 在很刻苦的一个环境之下 这样练球我觉得很不舍 而且尤其呢 我们刚刚提到 我们又是在工业区 所以我很支持体育的 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体育 来代谢我们的一个 再给两分钟 培养一个在我们国小国中的一个 课业还没压力那么大的情况下 我们来培养一个体育专才 这是对他们 我们不求说小朋友能够练到什么 除非真的是他们有那个天分 有那个兴趣 那如果我说在我们国小国中的 课业压力没那么大的情况下 我们让他们培养一个体育专才 对他们日后的一个人际关系也好 还有一个他们的社会一个历练也好 我觉得都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尤其呢我们现在小朋友都沉浸在一个 电脑的一个虚拟世界里 那会运动的小朋友其实他们是坐不住的 他们会很喜欢运动 而且我真的是我希望我们教育局在这一块方面呢 能够多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努力 多注重体育班的这些小朋友 他们的福利他们的教学环境 以及他们教练的一个待遇 我常碰到一个问题 请坐 我们的教练待遇不好 结果我们家长委员会介入 介入之后呢 甚至有些家长很着急 他们还自己去考了一个教练证照 那在进去之后 当然一定是大家就意见不合 这样就影响我们小朋友 我们没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配套 学校没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教练的一个领选 也没有一个很完整的配套 我们家长怎么跟我们教练 达成一致 共同为小朋友来拼一个成绩 这我觉得在现在 我觉得在我的选区里我是看不到的 很多家长来投诉 很多家长来澄清 包括我们排球手球 还有我们桌球 还有我们的游泳 这些我都很希望说 我们教育局在这一块做很大的努力 但是我们又没有一个很配套的一个完整的措施 就是给他们去凝聚一个共识 所以这里我希望我们教育局这里能够做一个 谢谢我们第二招集园 李宇婷议员 这个其实那个刚刚延续那个李宇婷的 直询的内容 包括专任教练的部分 我也要提醒一下 局里面 可以跟中央 就是真的用力的要一笔钱 把我们的所有的教练一次到位 不然其实我们现在连比 连跟花莲线比都比人家少 连专任教练的原额都比花莲线少 不要跟六都比哦 我们只要跟花莲线比就好了 好不好 我们一次到位 那第二个部分 因为前一阵子那个福州迷藏的事情闹得肥肥扬扬 虽然中央对于先保利这个添加物 没有什么那个很具体的一些法令的规范 但我觉得站在每一个家长的立场 谁喜欢自己的孩子从小被未读长大 虽然他好像单一的这个添加物 没有超过一定的标准 但是我们在这个食物当中 其实已经重重重重重重 加了各种不同的添加物 所以呢那个添加物如果混合在一起的时候 大概会产生什么样的效益 那个也是学者跟医界一直在呼吁的 所以如果可以让我们的营养午餐 朝零添加物的方向 我觉得这个是教育局的责任 是政府的责任 保障人民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这是宪法的保障 也是政府应有的作为 而且是百分之两百要承担的作为 那我刚刚在咨询的时候 大家在咨询的时候 我的这个简讯就一直跳进来 也都一直在讨论到这个营养午餐 零添加物这件事情 但因为像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营养午餐 都是给部分的这个厂商 然后是集中的发包 就像辅州米厂一样 它一操作这么大的量的这个米食 那么当然它在保存上会有这个问题 那我们能不能就是用邻近的学校 两个学校 然后共同使用一个厨房 用这种方式 不要再去外教这么大的这个量 我们平常在办活动 一次叫一千个便当 大家都很紧张 所以后来我自己 如果办到千人以上的活动 我一定差不多五十个或者是三十个便当 跟一个电教 要不然你一次叫他出一千个便当 他当然要提早做啊 所以这个推起来 我觉得如果我们站在我们自己是家长的立场 大概 现在还有多少现场的官员 现在你们还有多少的孩子 自己还在吃阴阳午餐的 举手一下 就是你还是在学校 还有吃阴阳午餐的 好请放下 其他都已经吃了很多毒下去了 只要我还在当议员的时候 我会天天念这件事情 我希望我的孩子不要吃到毒 我也希望各位在场 还在做的 孩子还在吃阴阳午餐的 不要吃到毒 但已经吃到长大的 我们还是祝你们平安啊 不然我也不认真讲什么 那刚刚还有林雨婷议员还讲到的是 林源地区的健康风险评估 还有做体检 这个我昨天咨询也讲 以前也讲 林源跟大凤地区 也是大力普凤地区 其实是禁令的 这个地方其实这边的学校就应该要先做 对于学校的学生的部分先做 因为他待在学校的时间 是比待在家里的时间还要长的 所以那个部分 我真的要求教育局可以也跟 不管是环保署 不管是工业局 不管是哪个单位 我们就是写计划 教育局能不能比环保局 比卫生局还更积极一点 因为教育的责任呢 可能比他们的责任还要更重 你们不是只有单一责任 我觉得你们的责任会比他们更多 所以大家对赋予交易局的期待也会更高 这个是我们一个建议 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关于我们高雄市有人在乘请 我们高中的音乐班是不足的 所以学生呢有两百多位 现在只能够承纳一百多个学生数的班级 所以如果像那个有很多的音乐班的学生要考上高中 他大概就要跑到别的县市去读 能不能把他留下来 那我知道现在新兴高中好像有根据里面争取 如果可以由新兴高中 因为其实他的体质已经非常完整 那我让我们的新兴高中就直接整一个班 特别他在他自己的班级数来讲的控管也是足够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因应那个学生的需求 交易局要一起来考量好不好 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待会再继续